原调题不愧是战斗民族 俄罗斯小伙从一份池中挖出大量二战宝贝众所周知 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这点是世人皆知的事情 通常在双方打的最火热的时刻在哪里都有可能成为战场冲突一触即发 正是因为如此在野外的很多地方会留下大量的战争遗迹 这些遗迹里有遗留的武器装备和弹药 如果在俄罗斯的话 这些东西因为背后的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会比较值钱 至此挖土党这个职业诞生了 而且队伍规模非常的庞大 多数人都希望能够用它发一笔亨财 而我们要说的这个俄罗斯小伙 也是其中一员 他的名字叫做马克 他也是一名挖土党的成员 只不过不是专业的 而是业余的 对于他来说 通过寻觅这些遗留的战争财富 不仅能够充实自己 也能够体验其中的乐趣 多年来 他靠着经验 挖掘出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他们有的因为时间的缘故而被秀石 有的宝藏的比较完好 通常保存较好的东西 会得到一笔很大的收入 曾经马克挖宝期间最为硬核的就是 他利用金属探测椅在野外寻宝石 发现在一个废弃的粪池里传来了反应 于是他决定将里面的东西给拿出来 但是即便这个化粪池光费了很长时间 人就会传来恶臭物 至此他用最快的速度把物品裙了出来 结果本次的牺牲给他带来了比较大的收获 因为在从这里粪池中掏出了大量的二战钢盔 真不愧是战斗民族 展开全文从图片上看 这些钢盔因为长期浸泡在水中的缘故 至此在表面上留下了一层厚厚的污垢 少部分地方也已经被秀石 不过通经清洗的话 整体还算是比较蛮好的 像这样的二战头盔市场上相对比较昂贵 但价值还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不过剩在数量比较多 可以说马克如果将它们全部给卖了的话 至少可以让他几个月不用出来挖宝了 看到这里 很多人会闷闷这些战争遗留物的价值怎么会那么高 其实这不过是以我们普通人的角度 但对于那些收藏家和军事武器爱好者来说 它们背后所拥有的意义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至此在大量的需求之下也就生成了市场 再加上物依稀为贵 战争年代中 这些装备已经在战场上大量的消耗 保存至今的非常少 故而其价值高也是合情合理的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